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結果就是我IG FB Twitch Bilibid還有Discord 今天要介紹的 就是那個男人 黑龍 的時裝 看看這個 精美的時裝 各位 黑龍的時裝 不要再嫌棄黑龍了好嗎 這個時裝 應該算蠻帥的吧 應該算蠻帥的吧 但我總覺得好像有點像靈異教師神明的那個 霸鬼 看到他就覺得很像霸鬼 不過霸鬼 沒有鬍子嘛 整個是紅色的這樣 好 精靈巨甲 輝月 OK 老實說 是 是蠻帥的啦 但 就是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是帥但是就是有點 還是覺得怪怪的 好所以上次那個 這個 要說會 官方說會 出兩個時裝齁 那 真的是黑龍沒錯啦 齁 好 可以從時裝商法內選購 千年的妖龍 煉甲鐵位 啊 鐵位 我們來看一下平A 好像蠻帥的 整個變紅色好像就感覺變強了一點喔 哼哼哼 好 無乃真農 就是這個時裝看起來很像一個boss有沒有 真的蠻像的 好 好 這隻 出現一堆紅光啊 這隻感覺真的蠻有氣勢的感覺 真的是變很有氣勢了 龍焰兇號跟破陣威壓 好就這樣沒了 欸他一次介紹一個 那個 次戀的時裝也會出啦 那應該是同一天出才對 好啦 那今天介紹就這樣子啊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這個黑龍的時裝 那大家記得去買喔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